茶壕色的水面看來人不舒服 空氣中的味道 更讓路過民眾好感受 這地方是高雄紫關 點飽西上游的枝排 過年期間 民眾發現菜譜旁的排水設施 又湊又髒 懷疑有工廠利用假期排廢游 拿一些稀油棉放下去 布置在前面那邊 大年初四的時候 發現到有民眾通報說 有廢油的排放 所以我們環保局接獲通報之後 除了積極的派員 去附近的污染源做機查之外 我們也在現場架設了 多道的燃油所 去阻擋廢油排放到點飽西的風險 最少兩道的稀油棉還有棉布 環保人員更將廢油抽取出來 盡力降低污染 但是民眾說這情形已經不是 第一次 漏大火 就是他們就會倒出來 不是黑的就是紅的 環保人員 初步追查 列管的工廠距離這污染 最少有一公里遠 目前要透過交叉比對的方式 希望可以揪出違法業者 避免再度傷害環境 大約新聞主任 蕭鴻樹 高雄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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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